一场中国乒乓球比赛又让老外不淡定了 早前马龙和许新在球场上打起了表演赛 刚开始时两人很正洁的打球 但不一会儿就玩起了杂耍 他们先是围着球台对打 甚至用两个乒乓球一起打 但球就是不落地 随后正在场外的张继科为了增加球赛难度 竟然调皮的扛了一个椅子放到马龙身边 最后就出现了另在场观众瞠目结舌的画面 龙队在接球的同时竟然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和许新打球 完全没有顾及外国选手的脸面 一场热身就把外国球员虐惨了 那么国拼如此厉害 你觉得最强的选手是谁呢